这个桥清修了,应该,刚刚差不多一年左右吧 这个双塔 现在网上这个视频很多了 金融城以前名字是成都市政府 08年地震的时候,温总理到这边来了之后 就把那个楼其他全部卖给别人了 让他们市政府搬到旁边 以前我网站有那个报道的资料 那些报道的新闻方面 然后也成都市政府的新闻办 打电话就让我删掉 也不是删掉吧 就说是不是能够把那个新闻那些 那个 就说影响不好吗 那我说好吧 啊,肯定要删掉吧 这个桥失控很快 刚结构了 这是桥失控很快 这是桥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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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奖好前方的态这里 还是要为好了 人家有一 Kings 每个家ole 这条路叫一族大道 这个往市中心的话 通知欧城那边 这条路 一直走到黄龙溪古镇 一条路直走 在前面一点 就是环球中心 蓝颜色的峭的地方 这是环球中心的那个 这是优风购物中心 以前没什么人去 开业的时候人都没有 开业了应该一年多都没什么人 就疫情结束之后 现在的生意好强 它旁边那个就W90 就在这一栋梦里面 因为这边不让停车 这条路两板街不让停车 就交之大道 主要是这一截 应该全长一公里左右吧 这几百里没有一公里 我们在这一条路如果缩磊 一条路线 这边就有背景因为应该游到版权 女生应该得干 女生应该得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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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